Coco早餐 Coco's VIP 时间是8点17分 59秒已经18分了 你看人生就是这样子 一分一秒的过去 但一分一秒你可以很无聊 一分一秒可以很没有收获 一分一秒也可以非常的充实 我们今天为各位介绍的呢 就是中天新闻的记者 也是中天新闻的主播 黄一清 一清早 嗨Coco街角 大家早 好 非常这个 恭喜你 我的新闻是这样跑出来的 四张照片 这个很像那个 钟玉华你知道吗 就美国克林比亚的那个 那个华语 第一位新闻主播 有没有 风采一模一样 就是很有CNNB CBS的味道 我的新闻是这样跑出来的 是黄一清写的一本 他进入新闻界之后的 一些采访的故事 中国有11个故事 是 那远流出版 所出版的 你是第一本书吗 第一本 第一本书啊 恭喜 谢谢 第一本书就这么厚啊 里头的间距也蛮大的 没有啦 但是还是很偶心立写的 而且你是未写书而写书 你是一写的时候 就是要准备 要把它出版成书吗 我当中就是有一个 想要出书的构想 对 可是不知道说 真的是不是 写完以后真的能够出得了 因为那个过程 还要看自己写的怎么样 但是这个构想提出来之后 那时候还蛮幸运的 对 就是出版社觉得说 可以试试看 而且人家觉得说 你怎么搞的 走遍全世界在采访 你是刚好跑了 政治跟外交 对不对 主要就是政治 对 那其实政治就很多那种 跟着政治人物出访的机会 等一下我们来讲 每一个现场 而一清的这个安排 就是他从他的这个 新闻工作经验当中 这个来先把那个场景啊 这个做一个介绍 然后再把新闻采访当中的 这个点点滴滴辛酸苦辣 做一个说明 最后还有一个媒体观察 对不对 那我觉得 一清比较有意思的是 你在序言里面 好像想要替电视记者 频繁那样 不可否认 我在台湾是从广播记者 这个进入这个工作 然后到了杂志嘛 天下杂志后来去联合报 我们的平面文字记者 确实有点 有点对电视记者 纯电视记者 台湾的文字记者 对纯电视记者 是有成见的 我想不只是平面记者吧 而且你是 一出来做记者 就是做电视记者 我之前在念研究所的时候 我有先在天下杂志那边 做过特约记者 特约 对 但是当时就是 也做了一年的时间 就 对 所以 我觉得是机缘缘分 但是我也不敢说 这本书是帮忙平反 我觉得太沉重了 对 只是想说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原来大家每天在臭骂的新闻 其实背后记者是这样 因为我常跟这个电视记者 一起跑新闻 那 所以我非常知道 其实电视工作 是非常辛苦的 即使到现在为止 都是 你看像我们早上 如果要访问一个 很这个特别的 比方 访问 马总统那一天 大清早 六点多记者 就必须采访了 对不对 那更别讲说 你们还要 你们的摄影记者 更辛苦 那两个人要合作 回去还要后置 那个后置 比我们的文字记者 交到编辑台上 由编辑台去 这个去整理 要困难的多 对 那是不一样的 一个两边的 跟现在进行 那记者常常就夹在中间 就是文字记者 他也要 他后置的部分 有时候也是文字记者 要帮忙设计 所以你需要 你要一边看点击 一边什么 而且你在采访这个新闻 之前你就要先有一个 你在里面 书里面其实也都 这个 透露了这样的讯息 就是你还要 就要有一个概念 你的画面 到底是怎么样去选取 你这个新闻 要怎么报道 角度怎么切入 那 其实是被 是有了 有电视记者 平反的味道了 不是所有的 电视记者 都只是美丽的外表 小花瓶 人家 人家的去年 还是很努力的 当然不止 我觉得95%以上 都是很努力 我觉得当初有趣的机缘 是 其实我觉得 因为我没有 我没有念过新闻 对了 你是读社工的吗 我读社工 然后也念国际关系 你留学英国 对对对 但回来 就是来做新闻 我觉得说 其实新闻本身 你说新闻是一个 我觉得它是一个 新闻的一个工具 但你背后 要有一些 你的一些知识 back up 好 那你才可以在 新闻上面 你可以有多一些内涵 对 但是呢 其实电视新闻 又跟一般大家写的 新闻又不太一样的地方 是因为电视需要画面 对 所以我刚开始进来的时候 我一直在练习的是 你要怎么样写的 那个稿子 是有画面的 这是跟以前你在 从来没有做过 电视新闻的那一块 你在写字 写作文 写文章 是不一样的一个概念呈现 所以这个倒是 花了还蛮多的时间 你才可以觉得 怎样是把一个 电视画面的好的呈现 跟你的新闻内容资讯 包在一起以后 看起来是一个 完整的新闻 就是电视新闻 它的画面 重于它的文字 对不对 一张照片 或说十秒钟的 这个画面 你看那个北节好了 你只要一个画面放上去 就不必讲话了嘛 是 对不对 所以你在这本书 就是说 告诉大家 电视记者 跟文字记者 是不太一样的 那里面当然像 好几个文字记者 也写了序言 这个来描写 黄一清 也就是今天 我们现场的这位 电视新闻记者跟主播 他所处的环境 跟时代是不一样 我觉得 一清最不一样的是 你是在政党轮替 之后进入新闻界 差不多 对 交换的时代 那个时代的 台湾的新闻 已经非常自由了 我进入的时候 就是一个非常自由的时代 所以你们绝对没有 你们所碰到的压力是 新闻事实的压力 跟商业环境的压力 我要说的是 我们以前面对的是 政治的压力嘛 对不对 大部分是面对这样的情况 就是因为你可以怎样写 都可以 只要不要出错 只要不是捏造 对 那你出来的东西 你在媒体里面 完全都没有那种 哎呀 文公会会不会打电话来啊 或者是怎么样啊 就是可可姐的年代 你是一个充分的言论自由时代 这个培育出来的记者 这点算是蛮幸运的 对 但是也会写了一个新闻出来之后 有时候当事人说 也会有时候常常会接到 我们记者也常会接到一些电话 就说啊 你怎么这样 就是帮我写成这样了 下次帮我写好一点了 那就是事实归事实嘛 我跟你讲了 你们那个所碰到的百分百 纯全言论自由时代 其实并不好 我们以前漏新闻 或者写的不好 就会说 政治压力啊 所以我们没借口 对呀对呀 所以你是在天下时特约 然后后来在华视TVBS 华视TVBS 后来在中天 在中天 第一个跑的新闻你记得吗 还蛮有趣的 我第一个跑的新闻 其实是我刚开始不是跑政治 我刚开始是跑艺文 那我第一个跑的是一个 我记得好像是 国际国标舞者 来到台湾 还蛮知名的 很棒啊 很有画面 对 他们在那个什么 青少年娱乐中心那边 有一场记者会 然后现场跳佛老明歌舞 对 那那个时候 第一次 我现在完全搞不清楚 连麦克风要怎么拿 我都不知道 对 然后就看着觉得 啊现场好好看 然后我也不知道 我要欺压什么重点啊 什么什么 就什么都不知道 那摄影大哥不是要瞪你好几眼吗 摄影大哥那天 就完完全全的要cover我 对 而且那我自己还会觉得说 我要有我自己的写稿概念啊 那我回去写稿的时候 我自己会提到说 哦 他们今天在青少年娱乐中心这边 举办了一场这个发表会 那我坚持这个摄影大哥 要把青少年娱乐中心的招牌 给他拍进去 重要吗 放到新闻里 对 就是那时候你不懂 事后的东西地点不重要 对 然后这个笑话就一直 这个摄影记者一直嘲笑我 到现在 哦 你很可爱 我跟WGH里面的 胡威尔是在事件发生之前 比较重要 对 那当时你还在练习如何切重点 我就觉得 这个招牌很重要 你要把这个招牌拍进去 而且还要用到画面 那也蛮可爱的 这个疫情还记得 第一个这个新闻 对不对 对 你是从未婚 大学毕业没多久 进入新闻界 到现在 我研究所毕业以后 才进入新闻界 研究所 台湾的这个研究所毕业 然后之后 后来我又到英国去 再修了一个硕士 对 嗯 他长得很漂亮 很多的观众会看见他 最近没看见他 告诉仰慕 黄一青的男生 一个坏消息 那就是他在请 玉婴家 嗯 哈哈哈哈 他还是很美丽漂亮的 一个年轻的辣妈 我的新闻是这样跑出来的 冲撞第一现场的理性与感性 嗯 黄一青呢 是中天新闻的记者跟主播 这本书啊 所代表的是一个电视新闻工作者的现场 其实也代表了电视新闻工作团队的重要 等一下你告诉我们哈 这些故事 立刻回来咯 欢迎收听coco早餐 8点33分14秒 我是周玉寇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coco早餐节目 我们今天在节目现场的VIP 是黄一青 中天新闻的主播 嗯 也是一位资深的记者啊 这个嗯 在新闻界已经有十几 也十几年了 大概 嗯 对我没算 大概至少 应该有14年 134年 好 电视台记者写文字啊 写一本书 其实啊 还蛮少见的 恭喜恭喜 我刚刚讲的平反 不是说 嗯 一青在平反 而是说 嗯 一青的这本原流出版社所出版的 我的新闻是这样跑出来的 冲撞第一现场 那理性与感性 是把电视新闻工作的复杂性 他的这个啊 大家看不到他的幕后的深深度感 嗯 跟他的错终复杂的流程啊 做了一个 嗯 总结 对不对 嗯 以后大家在看电视新闻的时候 或者是说在批评电视新闻的时候 可能稍微专业一点 嗯 对不对 嗯 对 但是如果没有做这行的话 也其实也不一定能够抓到 比如说大家常看到电视下面那个吧 嗯 好 那个标题说啊 怎么记者又下错了 嗯 等等的 其实但其实这个是很多环节 那的确是有很多环节 这不只是单单记者一个人下标的问题 那当然就是把关是层层把关的 嗯 对但就是 就包括了你在 呃 不只是吧啦 就 就包括是你在新闻上面 应该这个专有名词叫做吧 对对对 标题 电视台下面的那个标题 而且有好几个 嗯 对对对 那其实这都是各有所思 有编辑在下 有记者在下 嗯 那通常长官也要去审过 嗯 对 但是就是电视新闻又是一个非常紧凑 那其实我在书里头有写到 那当然就是在中午的五间新闻 是最赶的时候 对那常常大家是用一秒的时间来计算 嗯 就是我的新闻只要赶得上 那就都OK 那就是就算新闻只剩十秒钟了 你还是在拼命赶 就希望就可以把这个 这个新闻来得及去 去on air 嗯 对所以说在那个时间压力之下 所有的人的环节 其实都就是一个团队team的工作 其实电视台的新闻部是 压力非常非常大的 因为跟时间赛跑嘛 对不对 对 很多人就是 以前有人在讲说 就是因为上辈子做坏事 所以这辈子做电视 哇这个做电视 然后新闻有一个最大的优势 就是说他那个现场感是非常强的 对不对 有去问自己的 他打个电话 就可以写篇东西 你们大概是不行的 对不对 一定得清零现场 对 那新闻工作带给你的 是什么样的成就感 嗯 它会不会影响到你的家庭 生活或说你 这个在你的生涯上面的 这个兼顾你的职业 跟你的这个 你现在有的一个 婚姻之后的一个状况呢 嗯 我觉得影响婚姻是还好 可是就是所谓的家庭生活模式 一定是跟一般人不一样的 嗯 所以就是你的家人哦 你的亲人是不是能够去包容你的 这个工作形态 因为他绝对不是朝九晚五的工作 他也不是周休二日的工作 随时奉招 嗯 对 比如说可能接下来台风季就要到了 嗯 那其实我入新闻圈以后 我没有修过台风架 嗯 那就是台风厅的时候 你就是一定要出门 对 对 那在外面 那被大雨打得乱七八糟一通 然后再回来 嗯 对 那当然家人一定会担心 可是你也 你也没有办法 这就是你的工作 嗯 对 那在这个状况之下 如果说你的周围的人 没有办法去包容接受的话 那当然就会出问题了 而且这个以前我们 都很多奇怪的现场 都男生跑 现在奇怪现场也都是女生跑 因为女记者真的蛮多的 是哪里啊 嗯 社会新闻你也跑过 嗯 哎 其实因为这也是电视新闻的特别地方 因为你可能就是 什么线都跑 你可能都要cover一下 对 其实这也是一种训练 我还记得红中秋案的时候 你好像也到那个 我也有在现场连线 对 军方的那个什么什么 看守所还是哪里的 对 有没有 你们也都去连线了 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它的历练是非常这个完整的 那这本书的凤面选的 非常好啊 这真的很漂亮 黄一青这个不止漂亮 他有知性的气质在 那他自己是英国的布里斯托国际关系研究所的这个硕士 也是正大的社会研究所的这个硕士嘛 所以你是社工系 你是那个林飞凡 陈渭婷他们的小学姐了 不好意思 同门 好我的新闻是这样跑出来的 你这里面有非常多的实际的故事 你先讲几个精彩的这个故事给我们听 你去了好多地方哦 其实我跟很多电视记者比起来 我去的已经不算多了 哦哦 对如果说有些人是跟着 是跑总统行程的 你说出访 跟着迷航啊 对跟着迷航啊 就不知道一次出访 你就迷航几个国家回来 对那我这样已经算是 就是因为工作这段时间的累积 对 可是我觉得可以跟读者先分享的是 我觉得那倒不是在出国的 我觉得因为大家会对 记者出国根本就不像出国 因为他只是在新闻现场 对在新闻现场你可能出国你去巴黎 你可能也不会去看 什么爱贝尔贴塔 对什么这些 你可能都没有机会看到 对因为你的工作形态 我反而比较想举例 我在导便期间 在台湾的时候的连线 对因为那个时候 其实真的是 那个新闻嘛 其实很大嘛 你讲的是红山军时代 对对对对 那因为大案就是 那个时候在电视台 是请全力在做这个新闻 那我刚好是主线 所以我每天就在那个现场 每十分钟连线一次 然后是完全没有时间 上厕所 所以我常常就是 而且那段时间 新闻很热嘛 所以大概连续几个月的时间 凯达格兰大刀 凯达格兰大刀 而且我不知道 可可你记不记得 那个时候是每天都在下大雨 对那时候每天都在下大雨 的情况之下 你没有办法上厕所 就是每天定在那边 然后每15分钟连线一次 所以算一算一个月 你可以连线上千次 好那你到晚 后来其实声音是没有的 而且工作时间 又是比平常更长的 对那那个时候 有时候觉得自己很可怜 对为什么 我连上厕所的自由都没有 对那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 其实很多电视记者 都会经历到 各位其实电视记者 他这个为了要捕捉画面 那或者是你们 要等待新闻的出现 其实就真的 像守株待兔一样 就要很多很多的时间 对不对 对 像你在国外跟着跑的话 那个其实有一些新闻 像你说 我觉得你的第一个讲到这个 李登辉总统跟他去日本的这个 那个独家的那个画面 其实就很精彩了 你不要跟我们讲一下 那个时候李总统 当然他去过 出国过非常多次 可是他这一次 你的这次采访跟他去 是比较不一样的 他在卸任以后 第一次去日本 对对对 对那那次 当然他跑了很多地方 那一个比较 特别的一个其中的行程 是他要跟他的恩师 博又贤碰面 对 对那当时呢 其实就公司很希望说 能够透过他们中间 牵线的一位友人 把这个 因为那个友人 这也稍微有一点年纪了 但他比较不会用3C产品 他们希望说 能够把一个小DV 让我交给他 然后教他使用这个小DV 然后在一个不公开的 一个采访现场 可以来拍摄到 他们这师生 扩别多年之后的会面 你就知道了 电视新闻工作 这个刚才 疫情在我们的前段 讲过了 电视新闻画面第一 对不对 所以有的时候 很多人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电视记载 在什么场里都有 人家那个被撞了 被杀了 人家这么哭哭啼啼的 你们还在旁边拍 还在旁边问 这就是电视新闻的本质 那电视新闻其实 一清也提到了 就是他的这个 错终复杂的团队的精神 你刚刚讲到 就是公司方面 各种不同的人脉 提供给你 但是你是要去执行 这个任务的一个人 对 你要怎样 使命必达很重要 我那时候还算是菜鸟嘛 所以当然要使命必达 因为尽管后来到日本 发现那个DV坏掉了 我还是在想办法 对想办法要把一个好的DV送到他手上 那真的是到后来 真的好不容易送到手上之后 那是在一个跟我住的下榻的旅馆 那个相隔十万八千里的地方 对 那 其实我不 我有半夜在这个日本的 那个 奔波的街头 坐 坐计程车 最后完成任务之后呢 完成任务之后 其实说实在 这个独家也没独多久 这个独家了不起 独个半天的时间 或一天的时间 那其实这个画面 后来就share给 包括了日本媒体 跟台湾媒体 其实大家都有这个画面了 但是这个就说 这就是某种这个成就感 所以这个疫情 在那个完成使命的时刻 是想哭的 对不对 天哪 这个任务真累 所以新闻工作 在电视画面上 它是影响力很大 它或者只有独家 有的时候独家新闻 恐怕只有三十秒 有没有 有时候那个跑马灯一出来 第二台就有了嘛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新闻工作者 最重要的这种使命感 会让他背后的 更多深层的故事呢 让大家更为 体谅或是尊重这个工作 其实媒体 就是一个社会里面 真的非常重要的一圈 叫做第四圈 我们呢 都是媒体工作者 从一清的这个 这本书里面 其实我对黄一清的 最佩服的地方就是 写文 写书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我写写 我也觉得蛮累的 他眼泪都快撂下来了 但是写完书之后 你会发现 这是一个洗礼 对于你的新闻工作 恐怕更有帮助 如果我们每一个 新闻工作者 都有这样的态度 我们并不是都玩 都好像百分百 就实践了一个 媒体应该有的一个专业 或是社会责任 或社会伦理 但是如果我们大家都 都往这个目标迈进的话 那或许媒体工作 在台湾的评价 会慢慢慢慢的 这个滋润出一个 比较公平的一个话语 也不一定哦 但是黄一清 他从电视新闻记者的角度 记载了电视新闻的采访 他很勇敢的写了 我的新闻是这样跑出来的 因此 喜欢善效电视记者 或说喜欢把新闻主播 当成花瓶的部分人士 你们或许可以看完这本书之后 再来评价 有流出版 我的新闻是这样跑出来的 他是黄一清 8点49分17秒 那胡适有一篇文章 写叫做名教 这个就是文字 把文字当成宗教 那在名教这篇文章里面 胡适提到了 所谓的这个口号 都是自己过瘾 或者说没有办法实践的 但是据说这个 胡适的这篇名教 是李登辉总统 叫他的幕僚要看的 第一当然他说 不要以口话为主 第二就是文字 文字 所以很多人问我 你有没有信什么宗教的意思 之后 我都会说 我们报纸工作者 就是名教嘛 信仰名教 那今天这个黄一清 他用电视新闻的 这种资历 写了一本书 对这个从文字 跨到广电的 这个像我这样的一个 新闻工作者来讲 就觉得好棒哦 这个很有这种交叉的知音感 就是文字写作 他跟电视工作 有什么很大的不同 你告诉我们 你在写这本书的过程里面 我的新闻是这样跑出来的 冲撞第一现场的理讯感性 你有写笔记的习惯吗 还是你要回过头来去找这些 你采访的过程当中的 点点滴滴的资料 其实那些 故事当中 有些文章 是我在过去 其实 你自己就写了 有部落格的时候 自己有曾经有过一些记录 但是后来 因为这 当然还有后来一些其他故事 这是没有写的 对 但是因为 等于就算是一些 部落格的笔记记录下来 我现在可以把它 重新拿来整理 对 但是有很多地方 也的确就是我要再去查证 再去补充 对 那所以的确 因为我可能以前 也就会有一些习惯 自己去突突写写 所以本来就是某个程度的兴趣 对 所以 那又加上了 这些电视新闻工作的 一些历练 对 那就刚好 就这样 有一天就突然觉得说 好吧 你就试试看 对 因为其实电视工作 是一个很消耗能量的工作 其实说实在很多的电视新闻工作者的文笔 也是非常之好 可是大家没有精力 是没时间 因为你不要看电视新闻 这个30秒钟 40秒就算很长了 对不对 他要花好多好多的时间准备 然后在他这个真正的 这个播出的过程里面 是涉入了非常多的专业跟人员 他又需要一分半的时间的一个新闻 你要怎么样让你的该讲的东西都讲了 对 那就是除了 你就要知道怎么样去去无存尽 然后每个工作人员 他们也在他们自己的岗位上 他们要知道那个环节 对 要怎么样去 譬如说你标题 要怎么样能够下到 就是人家一目了然 或者是你的新闻的那个内容 怎么样 就是你要有一些取舍 因为你就是有一些时间的限制 对 那有些事情 人家说这电视新闻 有时候觉得深度不够 好 那好像因为你就是很浅显的讲完了 对 可是有时候 因为我后来也是在编书写的过程当中 会去编整理 那其实有些东西 其实自己以前就了然于胸 那其实因为你电视跟平面的一些报道功能 本来就是有区隔的 电视可能比较在及时性 对 所以一个资讯的传达 对 那尤其现在可能又在网络时代 大家可以有更多的一个资料搜集的 一个 就是你看完电视新闻以后 你可以上网去再找更多的资料等等 就是一些电视媒体功能的相辅佐功能越来越多 那就是电视要把他们自己的及时新闻的功能做好 对 那当然如果说有专题的需求的话 那又是另外一个层面 你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耕耘 做专题那是更需要努力 但是一听他在每一个现场的故事后面都有一个媒体观察 你也很早就观察到网络新闻就是新闻嘛 不过我还是要代表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对你们电视新闻来提出一些质疑 为什么你们经常就在YouTube上随便就拿了一个画面下来 就来播了呢 这是什么意思呢 一个可爱的一只猫啦 或是一个娃娃唱几首歌啦 你们就可以来报新闻 你们被批判最多的是这个吧 对呀那其实某个程度来说 其实有一些电视工作者也很无奈 但是在我书中也强到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讲到收视率的问题了嘛 对那结果这些小猫小狗的新闻出来收视率好啊 那该怎么办呢 那如果说就是我在之前也有 我在Suite有写到一个例子 就曾经有一个新闻 大家说啊我们新闻充满负能量 那有一天我觉得一个新闻充满正能量的一个感人故事 那我会觉得说而且还放在一个不错的时段播 我那天就觉得很好 因为我看到那个故事我都流泪了 对那我想说观众应该也有所感觉吧 然后隔天看那一看就是当节的收视率 前面都很高到那只故事的收视率就腰斩 对那我就觉得怎么会这样 我就跟编辑抱怨 那编辑说啊没关系啦 反正这本来就不是观众的菜 听到了没 听众朋友都是你们观众 这个社会上面的群众 你要的是什么东西 他对一个电视新闻的正跟负能量是影响很大的 其实编辑他也可以排在那时间 因为他也觉得那个新闻很好 很想看 可是他觉得他排在那时间 他觉得他也在冒一个风险 因为他知道本来我们这观众的属性 就没有这么青睐 那其他收视率高的可能就是一些比较八卦啦 对比较社会新闻啦 对或者是一些可爱的小包小狗啦 那看起来那个收视率都很好 对那大家都扛着收视率的压力的状况下该怎么办 所以欢一请告诉我们怪不得 YouTube上那些可爱的东西 为什么那个常常播出 是因为他们收视率高 但是某个程度 因为网路因为实在是太普及 就是渗入到美人的生活 所以的确很多的素材 从网路来截取是已经是一个趋势 只是要朝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质量的一个状况去 选取当然是比较好啦 那我最后一分钟再请教你 你们电视听门台的主播们 真的有勾心斗角吗 我想这是每个电台的 我觉得这是勾心斗角 是看每个人的工作的个性 有人喜欢勾心斗角 那是一定有的 你看起来好像不太 不太有投入这样 勾心斗角的这个原地的这个 长相的样子 太知性了 因为工作已经太忙了 没有什么时间勾心斗角 就只要把自己的事情顾好 对把自己的事情顾好 那剩下的就是给 给大环境 给机缘 就大家自己去决定 去安排就好了 让大家给专业 一个评价 给专业一个鼓励 我真的也非常希望 其实电视台好多好多优秀的记者 80%以上的 你看到的这些新闻主播 其实因为我常接触到新闻界的 这个年轻的一代的这些记者 他都是很投入的 那我们怎么样给予大家肯定 那我的新闻是这样跑出来的 黄一青的这本书 原谅出版社所出版 值得我们拍拍手 恭喜你 一青 等待你下一本书了 好的 拜拜